來到了餐廳 服務生待位好之後就進廚房裡頭去忙了 因為點餐的動作 自己來 手機直接掃描圖片 火鍋菜單跳出來 什麼肉盤 什麼湯底 副餐 哪個桌號 統統點一點就搞定 訂單一送出 廚師同步接收訂單 無人化點餐 外廠服務生工作 只剩送餐與結帳 也因此過去員工數十人 現在七人就足夠 省下的成本變化更多了 比方說像我們這裡就是有早午餐 然後晚上就是賣火鍋 那同一個時段的去經營方式 我可以去造就不同的一些機會經濟 主要除了這個AR擴增時間的技術之外 其實我們主要結合了這個圖像識別的演算法 那已經運用到整個電腦的視覺 並且其實我們也加入了機器學習這樣的一個演算法 那其實把這樣的產業結合到整個識別的效果 然後讓識別的效果能夠更精確 然後讓識別的效果能夠更加一個人 也要有一點點心的效果 先讓識別的效果能夠更加性能夠